因為參演下流上車 續移人氣急升的郭柏妍 早前因為歡樂滿東華大展歌喉 而被指是摩音 Rosita不僅不介意 這次她拍廣告時 她的摩音再次大拍用場 我錄的時候 有沒有給自己的聲音洗腦 我在外面聽到已經完全進入腦裡 是嗎? 其實我在裡面也是瘋狂的 其實因為我在裡面 我一直不停唱 但我不知道原來這裡 剛才才知道一直在播 然後我就說 哇 你們也有點辛苦 你有在錄音之前 你怎樣準備 有 我就是在家裡不停唱 但我這次唱就要小心 就是 來之前 我就盡量不要吃那麼多辣的東西 或者噓噓的東西就不要吃了 那就喝多點水 讓聲音不要那麼容易走音 或者很高音 或者唱錯聲 但是很幸運 因為這次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就不會帶騙其他人 是 這次是郭柏妍這個美聲大逆集 是,這個是翻盤 帶翻盤 除了獻聲之外 Rosita更加會挑戰跳舞 不知道這件事又難不難她呢 跳舞方面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很難 而且我覺得跳舞的舞步 是很有趣 很活潑 而且配合其他舞蹈員在一起 我覺得是 配合出來的效果挺好看 而且其他舞蹈員也很好 有時候可能 未拍之前 大家都會練習一下 而且在TVC裡面 除了跳舞之外 就有很多不同的表情 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很豐富 所以也很開心 有機會參與到裡面 下樓上車族的千千大受觀眾歡迎 接下來Rosita又會參演新劇 不知道又會有甚麼驚喜帶給觀眾呢 我這次主要跟山蔥、阿悟 跟著丁子郎他們會比較多 因為山蔥歌是我表哥 阿悟就是我其中一個上司 丁子郎就是跟他有些感情線 是 你這次跟山蔥他們有這麼多對手 他們會不會之前也會有一點緊張 都會的 但因為其實在拍之前 都有看到山蔥歌 有時候他都會 已經是很親切地叫我做表妹 所以我都不會說 令到我沒有那麼緊張 在拍的時候 所以也很開心有機會入到這個劇組 還有在裡面又會有一些打氣的成份 我自己就第一次參與打氣 所以也很開心參與到Jazz這奪命提示